叶浩轩或者邵清莹 都有远远超过她的实力 所以她同时挑战这两个人 不是自寻死路是什么 虽然现在她想明白了 不过所有的事情都完了 她只能承受这一切后果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司倒下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家里的人 那些下人们走得七七八八的 对此她无能为力 她在想 如果能重新再来一次就好了 如果能重新再来一次 她绝对不会这么激进 她也绝对不会招惹叶浩轩 和邵清莹这两个人 可惜啊 一切都晚了 别墅里面显得有些空荡荡的 门一开 叶浩轩走了进来 冯紫棋抬眼看了一眼叶浩轩 对于叶浩轩还活着的消息 她并不知道 但是她看到叶浩轩 也并没有感觉到惊讶 仿佛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你看到我有没有感觉到惊讶呢 叶浩轩小和和地问道 并没有 冯紫棋微微地摇摇头 不要说是你身边的那些女人 连我自己都不怎么相信 你就这样死了 冯紫棋笑了笑 我之所以相信你死了 那完全是我自欺欺人罢了 哦 那么你让宇文拓去杀人 是为了触怒我 没错 是为了触怒你 让你把宇文拓干掉 因为他是真武家族的人 你把他给杀了 务必会触怒真武世家 真族宇文是吗 没错 他们是厉害 但是现实应该反过来 应该是他们承受我的怒火才对 叶浩轩 你未免太狂妄了 我知道你这次出去 肯定会有奇遇 但是对上真武世家 也够你喝一壶的 宇文拓在他们家族里面 不过是最末端的存在 在他上面 还有许许多多强劲的高手 接下来 你就承受来自宇文氏的怒火吧 说真的 关于宇文氏 我并没有多大的压力 你只是他们宇文氏 现实以后 一个不起眼的战略布局罢了 死了一个宇文拓 未必会引起他们的重视 换句话说 就算是引起他们的重视 这对我也没有什么 多大的影响 因为金丹大道以下的高手 我现在未必放在眼里 你过山又有奇遇了 冯子齐咬牙切齿地看着叶昊轩 我不知道 为什么苍天这么偏爱你呢 因为我有很多的功德之力 而你没有 所以你得不到苍天的垂脸 一个人想让老天眷顾自己 首先要认清楚自己 你要清楚自己以前做过什么 没有做过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你现在回来是来看我的笑话的吧 冯子齐突然笑了 没错 我是失败了 我是一个战败者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你可以嘲笑我 你也可以杀死我 我是失败者 我没有资格反抗 本来我们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我之前向你释放过善意的信号 可惜啊 你没有把我的善意当成一回事 这才是你失败的最大原因 那个时候的我春风得意势头正盛 我为什么要和你和平共处 说和平共处的都是弱者 我不会和弱者共事 所以这就是你失败的最大的原因 你现在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我现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你要想杀我的话 随意吧 我保证我不会反抗的 杀你 你想的没 你不觉得那样太便宜你了吗 那你想怎么样 冯紫棋抬头看着叶浩轩 说真的 你以前做过的事情 足以能让你死一百次 但现在的情况对于你来说 死是一个解脱 我不想让你解脱 所以你不但不会死 你反而会活得好好的 只不过 你会和天桥下面的流浪汉一起生活 叶浩轩 冯紫棋愤怒地站了起来 他举起了一把手枪 喝道 你不要欺人太甚了 你杀了我 你给我一个痛快 想痛快行啊 枪在你自己的手里 你对着自己开一枪 一了百了 那样的话 你就不会再承受那些痛苦了 可是你敢吗 冯紫棋气得浑身上下都哆嗦着 他几乎要抓狂了 的确 现在枪是在他的手里 他如果想死的话 只需要拿起枪 对着自己的脑袋 开上一枪就是了 他举起了枪 对准了自己的脑袋 他一咬牙 就要扣动扳机 不 哥 不要 冯薇薇从外面扑了进来 他抓着冯紫棋的手叫道 你不能死 你要死的话 就掀开枪帮我打死吧 哥 从小 我们是相依为命长大的 我没有什么亲人了 我求你 如果你掉这样 那么请你务必带着我 一起走 冯薇薇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他泪如雨下 冯紫棋持着枪的手 开始发抖了 最终 他手中的枪掉落在地上 他痛哭道 薇薇 对不起 这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 我把冯家带到了这一步 冯紫棋现在是后悔莫及啊 如果不是他利欲心太强 如果不是因为他一意孤行 或者他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可惜的是啊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呀 懦夫 叶浩轩摇摇头 他清楚 冯紫棋绝对不敢开那一枪 不为别的 就因为这家伙pass 有这一点就够了 叶浩轩 你放过我哥 冯薇薇回我头 他杀我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放我一条生路 叶浩轩淡淡地说 如果不是因为我命大 我现在又回来了 如果不是我身边的人实力强 我的一切 恐怕早就被他吞了 他在做这些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要放过我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相对应的 叶浩轩扶起风微微 他既然做了这些事情 那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你是成年人 我想有些事情不用我说吧 不 叶浩轩 我求你 你放过他 你让我做什么东西 你让我做牛做妈 我都愿意 冯薇薇哭喊道 抱歉 我身边不缺牛马 跟我有恩怨的是冯子齐 不是你 我不会伤害你 但是你想让我放过冯子齐 这也不大可能 叶浩轩轻轻地推开了冯薇薇 他走到了冯子齐的跟前 冯子齐 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了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 我 我现在 无话可说 冯子齐哆嗦着 吐出了这几个字 那就好 叶浩轩点点头 你自断双腿 去天敲地下乞讨去吧 如果你不愿意这么做 可以选择去死 如果你不选择 三天以后我帮你选择 你不要妄图逃跑 因为就算是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一定能找到你 你最好相信我的话 我这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叶浩轩说完了这些话 给了冯子齐一个警告的延伸 然后他转身离开 花月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做了不少好事啊 一家会所里面 叶浩轩漫条寺里的喝着茶 而在他跟前 站着 玉峰和花月 花月整个人都在哆嗦着 他在怕 尽管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去补救 但是等到叶浩轩 真正回来的时候 他还是不确定 他做的一切 是否能让叶浩轩满意 叶 叶少 花月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他吓得面无人色 他哆哆嗦嗦地说 叶少 我知道是我的错 我诸葛不如 但是我已经迷途知返了 我求你 我求你看在我以前是你的狗的份上 你放过我这一次吧 我以后不敢了 我保证以后 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我求你了 叶少 花月现在后悔的是 欲闲欲死的 他也不是没有想过现在的后果 但是那时候的他怕死 所以他清醒了冯紫棋的话 他相信叶浩轩死了 叶浩轩不会再回来了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叶浩轩居然这么强悍 他简直就是一只 打不死的小强啊 后悔有用吗 叶浩轩笑着摇摇头 你要清楚你之前做过什么事情 做错了事情就要接受惩罚 否则的话一切都没有意思 你说让我怎么惩罚你呢 叶少 叶少 花月顶了顶身 他吞了一口口水 我知道 我做的事情不能被原谅 但是求叶少让我一命 我已经在努力地补救了 我求你 只要能留我的命 你让我怎么样都行 看来你是真的怕死啊 叶浩轩站起来 他摇摇头 哪怕是你残废了 你过着和乞丐一样的生活 你也愿意 我愿意 我真的愿意 花月爬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抱着叶浩轩的腿叫他 只要叶少让我不死 你让我怎么样都愿意 滚一边去 叶浩轩皱了皱眉头 把他踹到了一边 他看向了御风 御风 你怎么看的 一切由叶少做主 我知道 叶少最讨厌的就是背叛 花月做的事情不可原谅 虽然他之后想过补救 但是 那是在他知道大势已去的情况下 才做出的举动 所以我不发表评论 一切由叶少定夺 御风 我们是兄弟 你怎么能这样 你帮我说出话呀 花月愤怒地盯着御风 如果不是我 你已经死了 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 安然无恙地说话吗 御风不说话 他只是看着叶浩轩 叶浩轩站起来 他走到花月的跟前 知道吗 我对于我信任的人 都是要当做兄弟的 可惜的是你不配 我 我不配 就叶少放过我 花月是怕极了 滚 叶浩轩吐出了一个字 啊 花月有些吃惊地看着叶浩轩 本来以为今天这一关 他是过不去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叶浩轩 居然就这么放过他了 我说让你滚 你难道听不懂吗 叶浩轩冷冷地说 谢谢叶少 谢谢叶少 谢谢叶 花月磕头如捣蒜一般 然后他站起来 匆匆忙忙地赶了出去 叶少 你要放他走吗 御风一脸都不解 你认为这个人能放吗 不能放 御风摇摇头 他就是一个小人 如果你今天放走他了 以后说不定 他还会找回来的 你都这么认为了 我的想法肯定和你一样了 我之所以放走他 那是我断定 他活不过今晚 为什么 你已经对他下手了吗 没有 他的气数近了 而且刚才我看出来了 他身上有血光之灾 所以我觉得 他活不过今晚 叶少 叶少 一个服务员跑了过来 他定了定神道 刚才花月在穿过马路的时候 被一辆车给撞了 死了吗 叶好轩似乎早已经料到了这回事 恐怕是不行了 对方是酒驾 车速飙到了一百五 他人都被撞飞了 服务员说道 去吧 叶好轩挥挥手 是 服务员一点头 他退了出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